你 喂喂哈咯哈咯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号 不過是说些話呢 就没花没假的哈 那今天呢 见到单新闻当然要讲下啦 很多人就说是不是走资呀 那我们不要说走不走资先 我只是见到 最近那些伦常慘劇,拍得屎人,整体来说经济健康水平非常有问题 这个不是我说的,有个顿落的研究报告,在说香港整体健康指数,不关你身体健康事 他是说你整体来说经济,工作机会等等,评论了他 就说90%的人有压力,健康指数全球尾三,全球尾三 还有那两个可以落后香港的是什么国家,会不会夸张一些 还是有些拿不到指数就不平,我想起都应该有些是可以高压力过香港的 你没理由旺达巴基斯坦乌江达那些可以超前香港是吧 我不知道他怎么平,这个是信落香港调查显示,香港整体健康指标,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11个受访的地区里面排行尾三 哇,大佬啊,原来你是11个受访地区 那他应该跟好的比的,不怪得尾三啦 你如果全球乌江达都不如的话,那这个应该不是短期内的事来的 就是还有两三年啦,客观点这么说,是不是? 但是由于失业率各样严重,你都知道啦,走了那么多人的时候啊 都还有超七超八的失业率喔,很严重的啦,那个失业 所以最近你看到,哇,我看到些什么新闻啊 IT公司冬主杀妻自敏亡两子受伤,那两个儿子醒目啊 幸好,如果不是,连自己都保护不到啊 但是呢,下面同一时间呢,又有一些非常之荒谬的新闻喔 什么多条杜伦航线即日起加价,就是怎么样啊? 经济方面啊,就不断下沉 同时之间呢,那些什么价物价又不断在那里加 哇,正宗的滞涨喔,家下玩 就是有什么这么想不开呢? 那还有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接种科兴啊 那可能可以减轻你的财务压力,是不是? 不要说他啦,那说回走资那样东西先 但是我看图的时候呢,那以事论是啊,他那图啊,有高有低而已 就是说,那只要啊,金管局去公布那条数字是真的时候呢 那你又不可以说,有走资的情况出现喔,是不是? 这么说啊,这个东方那个《坦经》讲的嘛 2月港元存款啊,足以万亿 那之前增加了整万亿,你又不说? 1月那时候嘛,你照看而已喔 那所以啊,你看这样东西,也是只能搞的 那还有你其实很难预论那条数 因为其实呢,外国来讲啊,很多中概股的资金是不断地回流的嘛 你不可以停泊在美国那边 那于是乎啊,其实那里是有大量的资金融入的 那所以你计算一条数的时候呢,的确不代表些什么 还有啊,就算真是,那个港元存款要跌了 你都有国家队支持的嘛 他只要存回那样的钱在银行体系里面 那你那个存款就不会跌咯 那所以我们回到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啊,有没有走资了? 那根据金管局余伟文的说法 他就说没有明显的迹象 他已经,就是360度回环了 可以防范一切的金融风险 那就不用怕了大家,是不是? 这个是金管局的说法 那他说到这里呢,是非常之复杂的 又是什么?是产生这个高基数效应的问题 因为有些钱就流入 但如果你看回呢,你真正流入来的 就10月那些多了 那现在是说,退回给他那些钱呢 那就是说都锁了一两个月哦 哪里锁了一两个月啊? 就是之前呢,不是有只蚂蚁金服的? 他的钱流了进来,啊,跟着现在又流回走 那笔钱咯 你见到啊,如果去除了这个蚂蚁金服的一万亿 其实,变化又不是很大 真的不用过度解读哦 就这么说啦 就是走资这件事呢 你又要取决于啊 香港人会不会卖楼走人 那你如果呢? 因为要计存款啊 你要计哦 那些人啊 你要可能BNO5加1啊 加拿大护照啊 台湾啊 各样 你未走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先? 你会卖了一层楼的嘛 那你卖了一层楼的时候啊 就有人 会注些钱进你的户口里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啊 你的户口就会多了存款的嘛 那所以你真的要比较的话呢 是很难的 因为同期有很多钱流入 也有很多钱的流出 那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啦 因为啊 我已经是很久没有尖守这个香港的市场 就是我都说了 啊 在一个这样样的地方啊 你又只能够以一个租客的身份存在的 什么叫租客啊? 就是你这些钱盈尽量呢 就不要停泊在香港的境内 那这个我说了很久的了 你就观望一下啦 是不是? 岁月就不准 目前来讲啊 香港的存款额 你说会不会这么快的下降呢? 我想你都要等那层 叫中概股啊 回流了 那你才可以作出这个定论啊 那这里 中概股回归的门栏杠啊 他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香港港交所 遇到一个非常厉害的竞争对手 就是内地那个 不知道什么鬼交易所啦 他不知道会放在哪里的 那于是乎 港交所就说呢 用两招去反制 那我想起周八通的左右互搏 手掌又是肉 手背又是肉 那于是乎 就说 宣布即日起 去到5月31日期间呢 会完善海外发行人制 那个上市制度改革咨询市场 很长啊 那个名字 不知道他说什么 总之就是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那你进行一系列改革啊 你只有两样东西的 一是又变得更加紧 一是变得更加松 那你说是哪样啊? 那当然就是变得更加松 那变得更加松的时候啊 你就有欺可尋了 所以视乎这些中概股呢 其实反而啊 你说就说成立一个新的金融市场 但是啊 这些钱其实是涌入香港的 那些中概股要回流的时候 那时候 说就说得非常好听的 中国国务院 已要求监管机构研究 加设交易所 那样啊 即是香港那个不够用 是吧? 那吸引啊 已经在香港或美国上市的 中国企业回流内地上市 那如果他要被人脱牌的时候啊 他不回来上市 他可以怎样啊? 飘灵宴啊? 迷途迷途消故宴 没可能的嘛 对不对? 那你都要找个地方落脚的 那于是乎 你弄个龙门客棧出来 你一是内地弄 还是香港弄的 那他又挺有趣的 内地 就说建立一个新龙门客棧 会不会有金箱玉那些在那里啊? 而香港这个本身存在的客棧 那如果你要停泊在内地的时候啊 你的中转站都没办法的啊 仍然是香港 对不对? 还是你下手去了新加坡? 哎呀 那又打心口啊 那你要去新加坡 那说啦 你选举制度那里啊 和新加坡有个之而无不及 完善化了嘛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和新加坡非常内近啊 那既然制度上各样啊 给新加坡 başka人民带来的 Cruze 哇 不是嘛 我听到回来的是呢 新加坡那边啊 突然之间 董董董董董那边啊 那些钱啊 那巴巴聲那哟哟声的去啊 即是你说大家都在买这个热门,即是真是开拖那个地方,可能会是台湾,但如果最后很奇葩地发现新加坡才是真正被人染指的地方,你会不会突然之间下巴掉到地下,不过李显龙很聪明的,通常见他最近是没什么出声的,甚至如果你过热的时候他会跳出来,即是说我们就不会协助那些走过来的那些企业的,然后大开方便 那些企业之门不断吸钱,有生意不通不做,是不是这么说的,那国务院后面说那句,即是说起国务院,你就想起李克强,后面那句就挺有趣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着钢,他就说甚至希望吸引一些好像苹果一样的公司,将内地业务在新交易所挂牌,去提升内地股市的国际地位,我只知道苹果就开始切厂,切出那个切,那你能够想象的,就是未来的股市的国际地位,我只知道苹果就开始切厂,切出那个切,那你能够想象的,就是未来的股市的国际地位, 你不知道的咯,恒生指数啊,他可能纳入的一些产品呢,随时你连个名字都没听过啊,那所以各下的呢,如果有些什么,添付基金啊,又或者啊,你组合里面,即是强积金组合啊,是一些持港股组合的,就是拿得回,当然最好啦,你知道有些,用BNO Visa 5加1走的,拿不回那些钱的阴工,那拿不回的时候啊, 啊,那都,就是可能,你停泊在一些外国的基金里先咯,但是我又,奇怪一样东西了,就是你那些,强积金拿不回啦,那到你拿了一本BC的时候啊,5加1各样啦,那那帮人啊,啊,就是狠狠地,都可能,几十万强积金那些人,他们会不会,啊,回来就是为了,拿回强积金呢,当然很多人呢,就大条道理,在说什么呀,几点钱我赚回来的啊,那所以退休各样的时候,没理由不给你, 在这个世界,啊,没所谓的,没理由的啊,其实呢,就是照道理啊,你当没了先啦,那国务院唱反调啊,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啊,讲的H&M那件事呢,李克强已经是亲自走过去,探访那些外资的厂房,但是都是一贯做法啦,他很多时候啊,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周八通左右互搏那样的,这边唱完黑脸,那边呢,就唱白脸的了啊,那可能是必须的,两条腿走路,跟着呢, 你成了个parameter的时候啊,可能是0.7,或者0.8的,哪边做得多些,啊,就代表着,就是不用走死一驱这样咯,两边都有些咯,一方面打压这个外资来国,赚取洋钱,另一方面呢,又设立交易所,吸引外资,那就挺好咯,其实中国内地啊,这么多的城市,你四川啊,西藏啊,新疆啊,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啊,每个地方啊,都搞个交易所,那一定吸引很多的外资, 走过来啊,上市集资啦,是不是,到时国家就盘满撥满咯,成立一个就多一个啦,努力啊,加油,我支持你,好,就是这样样,今天讲到这里,